夕阳西下,三叉几何盘升起了上百堆篝火。 包了皮的牛羊在烧烤架上缓缓转动,油脂四溢,香气扑鼻, 仆人们动作麻利地将烤好的肉切好装盘,抹上香料和盐水, 又配上一些蔬菜沙拉和奶油,最后送上贵族老爷们的餐桌。 山姆,之前你吓死我了。 纳塔利,戴恩小心翼翼凑在山姆威尔耳边道, 小姑娘今天穿着一件无袖无领的吊带裙, 露出白皙无瑕的肩膀和一双匀称的胳膊, 柔软的长发挽成了一个简单的包包头,分外可爱。 什么吓死你了? 山姆威尔给小姑娘切着牛排,笑道,我跟国王的对话吗? 是啊。 纳塔利转动着眼睛四下观望了一阵, 见大家都在听银游诗人唱歌,才压低了声音道, 你怎么敢那样跟国王说话? 不担心他发怒吗? 那他发怒了吗? 嗯,好像没有爱。 那不就行了? 山姆威尔耸耸肩,每个人的脾气是不一样的, 像我们的国王,看似暴躁,但只要你能入了他的眼, 就会发现,他其实很宽容,很好相处。 哦,纳塔利似懂非懂,歪了歪小脑袋, 又问,那怎么才能入国王的眼呢? 你们在聊什么? 没等山姆威尔回答,就见玛格丽、提利尔走了过来。 这位高亭玫瑰也穿得很清凉, 薄纱丝衣的裙摆直到大腿中断,露出大片白皙的美好, 血玉般玲珑的仙族踩着一双造型别致的凉鞋, 显得舒适而慵懒。 在聊咱们尊敬的国王陛下呢? 山姆威尔看着眼前这朵娇艳的玫瑰, 眼神微微闪烁。 他忽然想起, 蓝利公爵正在暗中谋划着要将玛格丽献给劳伯, 这次前来迎嫁, 莫非就是安排两人见面? 虽说原著中, 蓝利公爵的这个谋划并未成功, 但那也是在劳伯没有见过玛格丽的情况下。 现在剧情发生了改变, 劳伯见到了这朵来自高亭的玫瑰, 会不会心动? 说到国王, 山姆, 你好像对他很了解吗? 玛格丽在山姆威尔身边的长凳上坐下, 眼神中满是探究之意。 怎么会? 山姆威尔怂怂肩, 我今天可是第一次见到陛下。 那你胆子确实不小, 居然敢那样挑衅陛下。 因为我相信陛下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。 那你觉得陛下是哪种人? 玛格丽小口饮着葡萄酒, 若有所思地问道。 陛下, 山姆威尔摇晃着酒杯, 正思考着措辞, 却突然听到一阵喧闹声。 够了! 国王劳勃的大嗓门很快压倒了一切声音。 瑟西, 她不过一个小女孩, 你跟她计较什么? 山姆威尔就见王后瑟西拎着裙摆站了起来, 脸上如同戴了一副白雪面具, 她似乎对国王说了什么, 然后就离席而去。 之后传来国王之首爱德公爵的声音, 不过隔了有点远, 山姆威尔听不太轻, 只能隐约听到爱丽亚, 道歉少数几个单词。 爱德, 不用说了。 你女儿爱丽亚又没有说错, 瑟西这女人确实挺讨厌的, 哈哈哈哈。 劳勃的声音倒是清晰可闻, 她宽慰完史塔克妇女后, 又转头看向自己儿子, 训斥道, 乔佛里, 你是我的儿子, 未来的七国之君, 所以我不希望再见到你打这种小报告, 这哪是一位正派人该做的。 乔佛里被骂得垂头丧气, 不敢言语。 劳勃又哼了一声, 才放过儿子, 朝众人挥挥手道, 继续, 继续喝, 继续吃。 宴慧才再次恢复了喧闹。 莎姆威尔注意到爱丽亚, 史塔克不顾父亲的呼唤跑了出去, 看样子还挺不服气的。 刚才发生什么了? 纳塔利好奇地问道。 莎姆威尔怂怂肩,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, 这段剧情他可没看过。 不过他看着脸色铁青, 表情扭曲的乔佛里王子, 忽然有点想笑。 玛格丽对此也很好奇, 便起身回到了主桌, 打探一番后, 又跑过来告诉山姆威尔和纳塔利。 山姆威尔这才知道, 原来刚才居然是乔佛里王子在向自己母亲告状, 说白天的时候爱得公爵的次女, 爱丽亚, 史塔克说讨厌王后, 然后王后就怒气冲冲地质问爱得公爵, 才有了刚才那一幕。 刚才最有意思的地方,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? 玛格丽笑嘻嘻地八卦道, 只认爱丽亚说王后坏话的人, 除了乔佛里王子, 居然还有她的亲姐姐, 山莎, 史塔克。 山姆威尔倒是没怎么意外, 因为这确实像是那个傻姑娘做得出来的事情。 看来山莎小姐真的很爱她的未婚妇呀。 山姆威尔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, 本想顺带调侃一下身边这位一心想要当王后的高亭玫瑰, 但想到纳塔利也在, 便没有多说。 虽然有了这一段不太愉快的小插曲, 但很快, 宴会就重新变得欢快起来。 几个杂耍艺人在篝火间蹦蹦跳跳, 做着各种高难度的危险动作, 引得众人惊叫连连, 鼓掌不断。 期间, 山姆威尔注意到乔佛里王子偷偷离开了座位, 看样子是被父亲骂了一顿后, 也没心情继续待在这里了。 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位穿着红黑斗篷的灰发男子, 他似乎是位吟游诗人, 一边弹着竖琴一边轻轻哼唱。 多恩人的妻子像艳阳一样美丽, 他的亲吻比阳春还暖意, 多恩人的刀剑却是黑铁制成, 他们的亲吻则恐怖无比。 男人的嗓音醇厚, 带着点粗利的独特韵味, 将这首多恩人的妻子演绎得十分动人, 甚至让人误以为他自己就曾睡了一位多恩人的妻子, 然后死在了与丈夫的决斗中。 多恩人的妻子喜悦之际会唱歌, 像蜜桃一样甜美地声调。 多恩人的刀剑却有自己的歌谣, 如水质一般锋利和冷傲。 而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歌声中时, 山姆威尔却眯起了眼睛, 盯着那位吟游诗人。 这是个不算高大的中年男人, 面容平凡, 丢在人堆里很难认出, 下巴多结, 上面附有短短的胡须, 面色偏黄, 细小的眼睛几乎眯成了一道窄缝, 仿佛不想让人从这扇窗户中看清他的内心。 山姆威尔知道, 此人恐怕不是什么隐游诗人。 兄弟啊, 兄弟, 我的末日林响, 多恩人夺走了我的生命。 没有关系, 凡人终有一死, 我却尝过多恩人的妻子。 当这首歌谣的最后一个曲调缓缓消逝后, 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随之而起。 国王劳博很欣赏此人的演奏, 还特意打赏了几枚银路。 隐游诗人恭声答谢, 随后退道场外, 蹲在一个无人角落里享用起了烤肉和蜜酒。 沙姆威尔健壮也起身离席, 走到那人身边。 我很喜欢你的歌。 沙姆威尔笑道, 你叫什么名字? 老爷, 我叫贝尔。 银游诗人起身, 恭恭敬敬道。 贝尔, 沙姆威尔撇了撇嘴, 这可是个好名字啊, 尤其对于银游诗人来说。 确实。 传说曾有位同样名字的银游诗人在临东城做客, 因不满北境公爵对其的轻视, 便带着公爵之女私奔, 只留下了一朵冬雪玫瑰和一段传奇。 老爷, 我可比那位贝尔先生差远了。 银游诗人显然知道山姆威尔说的是谁, 那位贝尔写下永世流传的歌谣, 而我只会翻唱别人编写的曲子。 更何况, 我可没胆子拐走贵族小姐。 我可不觉得你的胆子小了。 山姆威尔盯着银游诗人的眼睛, 又问道, 你来自北方吧? 是的, 老爷,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境人。 是吗? 山姆威尔笑得意味深长, 一个北境人唱着大陆最南边的多恩人的歌谣。 人总是向往得不到的东西, 我这辈子见多了风雪, 所以一直很向往拥有赤红山巒和炎热沙漠的多恩。 有些道理, 不过, 我却觉得你不像是北境人。 那您觉得我像是哪里人? 银游诗人语气平淡。 我觉得, 你应该还要来自更北边。 银游诗人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波动。 北境更北, 那就是绝境长城之外了。 这位老爷, 银游诗人再次恢复了淡然, 至少是外表上的淡然, 您觉得我像长城以北的野人? 不, 山姆威尔摇头, 我觉得你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野人。 银游诗人不说话了, 低头盯着篝火。 山姆威尔凑到他的耳边, 轻声道, 我说得对吗? 塞外之王, 曼斯, 雷德陛下。 有那么一瞬间, 山姆威尔似乎感受到了来自极北之地的严寒, 但很快, 就消失在南方的湿热中。 仿佛只是一个错觉。 剑被人识破了身份, 曼斯, 雷德洒脱地笑了笑, 也没有再费尽否认, 只是好奇道,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? 另外,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 山姆威尔, 凯撒。 山姆威尔自报家门, 至于我是怎么认出您的? 嘿嘿, 暂时保密。 既然是暂时保密, 那就下次见面时, 你再告诉我吧。 曼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, 山姆威尔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, 随后语气却变得冰冷。 曼斯陛下, 您就不怕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, 然后被抓住砍掉脑袋吗?